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克西说澳洲 这期视频呢是周末的时候带女儿去看了这个怪物卡车以及特技摩托车的表演 举班地呢还是在这个roadlover arena就是著名的这个体育馆那边 很多墨尔本的大型的赛事还有演唱会都是在这个场地举行的 包括之前周杰伦的演唱会还有澳洲网球赛等等 那这一次呢我们看的表演呢还是比较精彩的 全程差不多是两个小时左右 票价的话我们买的票是小孩70多大人是90多还算可以吧 不过呢要注意一点啊现场非常非常的吵 这个怪物卡车的噪音非常的夸张 所以呢一定是要戴耳机的 整个表演呢分为上下部分主要呢就是怪物卡车的表演以及摩托车的表演 反而呢我觉得特技摩托车的表演呢让我更加喜欢 那之后呢还有灯光的效果啊摩托车也会亮灯卡车这边会亮灯甚至喷火 总体来讲呢还是比较精彩的 不过这种节目呢说实话看一次也就够了 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看看我的视频大概有的了解 我觉得也就差不多了 有带娃的朋友呢可以带孩子去见识一下还不错 那我就说到这吧接下去大家自己看表演 存在 由于 他在陆力量的速度 next point now 他就有阻止 他在阳修 他在阳修 新鮮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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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Lz 这个是你住在这一幕的练习 我们有这一步 我们有这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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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这步 我们有这步 你能感受到你的臉,你能感受到你的臉 你能感受到你的臉,你能感受到你的臉 kamu能感受到你的臉,你能感受到你 你能感受到你的臉 They've got more 你又要更加 � 他需要更加 什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